520将近传出总统蔡英文卸任前 有可能宣布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对此多数民进党立委 和曾任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的 民众党立委陈钊兹都表态支持 但蓝莹提出了质疑 而辅方则表示 目前立场还是希望陈前总统 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陈水扁本人对特赦议题的回应 则是毫无所惜 2月才刚在自己的新书发表会中肉面 前总统陈水扁涉犯贪污案 遭到判刑 保外9一中 人却频频高调出席活动理彩虹线 不过现在却传出 总统蔡英文已启动特赦计划 要赶在520之前 为相关正义解套 现阶段的立场人士 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 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 总统府没有正面回应 陈水扁本人 秦成则更新社群 写下相信台湾人民 是政府最大后盾 但也透露对特赦议题毫无所惜 消息一出 多数民进党立委一片看好 承认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的 民众党立委陈昭芝也表态支持 根据周刊报道 蔡英文总统正在严议 依照宪法赋予权责 和赦免法第三条规定 将宣告免除陈水扁行责的执行 但前科罪行依然都在 对于11亿贪污不法所得 也将全部申请没收 520之前要用你的权利 到最后一天来做特赦 这是在卖人情吗 不过蓝营也在提出质疑 尤其根据法规 特赦必须所有司法程序都走完 但陈水扁却还有四大案 因为保外就医 庭审当中根本不符合规范 用这种媒体犯话来设计一下 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 他就自己出面出来解释 刑责的免除 甚至包括不法所得 这个部分社会高度的关注 蔡总统先任前夕 传出特赦消息 到底是成功拆弹 还是激起更多争端 各界也持续高度检释 接着参传言为达台北报道